这里是夏威夷会议中心,APEC会议的媒体中心。 今天是APEC的第一天,这里边并没有显示出繁忙景象。 APEC会议是滩香山历年来举行的最大的国际会议,保安管理极为严格。 会议主会场夏威夷会议中心附近,很多街道已经封闭, 城市居民早已准备好尽量绕开会议中心附近。 原本繁忙的街道今天反而冷清。 今天是APEC媒体登记的第一天,媒体许可申请处最为繁忙。 APEC会议分散在不同会场。 接下来的几天,各会场将举行工商领导人峰会、部长会议等, 最后以周日奥巴马主持的经济领袖会议结束。 新南日记者江洪夏威夷报道。